天天跟我做每天一分钟 肯要病那就得等死 1921年胰岛素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 1923年 理来将胰岛素商品化 并进行大规模生产 救活了无数的死亡线上排外的病人 根据奇效的快慢和持续时间长短 胰岛素可以分为五个种类 要听医生建议 千万别瞎用 否则会引起血糖骤身或者骤降 非常危险 嘿嘿 放心 胰岛素时人体必须激素 注射胰岛素不会上瘾 控制饮食 同时多运动才能帮助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